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一俊就已经成为了医院里的风云人物 还和石堂阿姨成为了好朋友 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 而且第三集中 一向冷漠的张冬天还向他寻求情感咨询 其他教授们都还在努力讨冬天欢心 而冬天反而还向他逆朝贡 真的是亲和理终结者 当然 外科教授在石堂给人打饭这种事情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应该非常低 这估计是为了剧情的趣味性设置的场景 不过很好地说明了李一俊很会来事 第二集中 外科教授们围坐在一起等待冬天的选择 这时安正元推门而入 李一俊说 并对冬天强调说 没有关系 不要有压力 此时 正元正在走向他身后 被选中后 虽然李一俊嘴上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他 但跳着舞拥抱了一下安正元 貌似这是因为多亏了正元 自己才能被选上 再默默向他表示谢意的举动 如果正元年底就要辞要医生去当神父 那剩下的时间就真的不多了 不知道这期间两人会不会有发展 第三集中 心疼陆元俊小朋友的李一俊 不仅把给儿子准备的礼物送给了他 而且为了不让每年的儿童节 成为他父亲的忌日 将器官捐赠手术开始时间推迟了十分钟 随后一致外科协调师 向家属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并宣告患者死亡 这应该是本集中最感动的场面之一了 我也是看一次哭一次 不过这里可能存在一点小瑕疵 根据韩国现行法律 脑死亡患者的死亡时间 是脑死亡判定委员会 判定脑死亡的时间 而这一程序是在器官均赠手术之前 所以元俊爸爸的法定死亡时间 其实还是2019年5月5日 不过仔细想想 好像也不能完全说是bug吧 毕竟脑死亡判定委员会什么时候召开 并不是离聚能左右的事情 他作为优秀的医生 肯定也非常清楚 即便自己延迟十分钟做手术 也无法改变法定死亡时间 但我觉得他这么做 只是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患者家属尽最大努力以及关爱 而且在进行器官捐赠手术的过程中 元俊爸爸通过员工呼吸器 还是会进行呼吸 他的心跳呼吸是在5月6日停止的 算是陪元俊度过了儿童节之后离开的世界 好的 那我们下一篇继续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还有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